講的那個感覺 是不是像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有時候定位跑掉了 有時候你明明就是開直線 結果它會一直往右傾 久了之後你右輪就會吃比較多 所以就會吃到右邊的 膝蓋的軟土吃比較多 對不對 這個意思 你開車的定位 就是你平常運動的姿勢 是 你姿勢只要對 你定位對了 你受損就比較少 好棒 謝謝黃映謙 第二次的人工關節 你要把人工關節拆掉的時候 我常跟別人講 就像拆房子一樣 你好的骨頭也會跟著下 所以第二次再換人工關節 效果就沒有第一次好 所以說我們會提供一個概念 就是說 修比換來得好 下列合者不是治療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手術 請作答 來 要以你就對優先答題 答案13 為什麼 我猜的 我不行 快點 我跟你講 人工的一定有 我聽過 而且順哥 許孝順 他就換了人工的膝蓋 然後 高胃筋骨 截骨手術 這個很專業 有沒有 超專業的 有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有可能 最後那個 你看 腹胃固定手術 你都已經退化了 你都壞掉了 你固定它還有什麼屁用呢 好 那我原本都對 耀南姐 方琦為什麼選二 就是一 我們正常都聽過 有換關節這件事情 有固定這件事情 幹嘛把骨頭拿掉 是不是專業 我們也是 是憑感覺 也是憑感覺 好 一對是二 一對是三 請問是否有正確答案呢 恭喜要贏你就對了 又猜對了 猜對了 真的假的 好厲害 這個題目可能出得比較難一點 太難了 這個已經很專業的題目 對 但是實際上也是 每個民眾來會問到的問題 其實大家也都不知道 該對自己的關節炎做如何的處理 那我們有什麼樣 比較好的一個治療的方式 現在可以透過我們來矯正 我們這個體重線 關節退壞以後 你的內側會狹窄 外側這個關節 實際上都沒有使用到 所以說 當我們把這個力線 從內側調整到膝蓋的外側 我們再把剛剛原始好的地方 我們再來好好使用 可以來延長我們膝關節使用的壽命 另外一個可以來緩解 我們臨床的一個症狀 如何來從事這個手術 這個手術 我們現在實際上就是 我們會在膝關節切兩個切口 在我們的頸骨端 前面切一道切口 還有後面的側面的地方 我們會再切一道的切口 切口以後 剛剛我們前面提到 當你膝蓋的壓力在內側的時候 我們現在把你這個切口以後 把你這個骨頭把它往上抬起來以後 你的重心就會從內側 慢慢地挪 挪到外側的地方 所以剛剛我們前面提到 沒有使用到或少使用到的關節 來承受你未來再繼續使用的壓力 當你把骨頭做一個轉位以後 我們還要再用一個 現在因為科技的進步 現在壓力的轉移 我們會藉由鋼板 來做一個加強固定的方式 來使得我們這個開完刀 你實際上也可以 可以開始從部分負重 慢慢地在一到兩個月之內 你慢慢就可以回復到 正常的日常生活 醫生講的那個感覺 是不是像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你明明就是開直線 結果它會一直往右傾 久了之後你右輪就會吃比較多 所以就會吃到右邊的 膝蓋的那個軟骨吃比較多 對不對 這個意思 你開車的定位 就是你平常運動的姿勢 是 你姿勢只要對 你定位對了 你就受損 就比較少 好棒 謝謝黃茵謙 好 下一題 人體活動使用率最高的關節 是膝蓋 Yes or no 請搶答 Yes 中了 我覺得是 應該是 不管我們要走路 要運動 或者是我們要跳舞 要做任何事情 都會用到膝蓋 活動率最高的關節是膝蓋 你們答案是Yes 應該 對 還是要弄 肚蓋的機率不大 好了 膝蓋 對 是 Yes 他們的答案是Yes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恭喜答對了 還好 吳醫師 一年我們膝蓋的平均活動次數 大概有100萬次 所以表示什麼 你一直在活動 對 剛剛有提到 軟骨為什麼不動會更差 因為軟骨本身沒有血液供應 它是透過你的擠壓它 跟你的放鬆 譬如說你走路一踩一放的時候 它的軟骨就會從關節液裡面 吸收養分 所以你當你不動的時候 你的軟骨就會變得比較脆弱 這樣子 對 但是你過度活動 對它壓力太大 它又會造成傷害 那人體的軟骨受損之後 它會自行修復嗎 實際上人體的軟骨 是會修復的 人體軟骨的修復 但是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們有談到人工關節 當你嚴重到一個層次以上 你的軟骨都沒了 你基本上你的修復能力 就會比較差了 是 所以說實際上 當我們在初期的關節炎 當你的關節目前沒有一個 很大的狀況 但是已經產生退化性的症狀 我們可以來注射一些玻尿酸 或者是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們的血小板 然後可以來刺激軟骨再生 當然人工關節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是有壽命的問題 人工關節 它大概能夠用10到15年 你85歲要再做 第二次的人工關節 你要把人工關節拆掉的時候 我常跟別人講 就像拆房子一樣 你好的骨頭也會跟得下 所以第二次再換人工關節 效果就沒有第一次好 所以說我們會提供一個概念 就是說 修比換來得好 但今天你真的最後都沒有辦法了 你的三個關節裡面 都已經給你兩個 都已經都用壞了 大家其實就是接受人工關節 實在它的效果 臨床效果也是相當不錯 只是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希望你越晚換越好 嗯 嗯